忍不住痛到叫出聲 左腿纏滿天布膠帶 得依賴助行器 才能勉強向前走一小步 不時喊話 自己的腿要乖哦 四十八歲的歌手李文 因腿部臼疾復發 加上骨頭壓迫到神經 上個月二十三號 在香港完成手術 他把術前心情到術後復健 用Vlog完整記錄 我沒想到我其實需要這個 你的寶寶 女戰士 復健十多天 繃帶可以漸漸拆除 微博文中寫下 雖然很痛 好在手術順利 要重新學走路 相信我可以的 他稱自己為女戰士 因為他曾透露 這是他心中最大的挑戰 最大的恐懼 抽筋 糟糕 練舞練到抽筋 趕緊停下 因為知道自己傷不得 他曾透露過 因為天生左腿缺陷 兩歲時就手術過 卻不成功 去年十月練舞太拼 導致舊傷復發 髖關節移位 多年來一直逃避的問題 如今只能面對 多年來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他 他其實全用右腳支撐全身力量 先前演唱會上完全看不出異狀 這幾年卻爆出體重 爆瘦剩42公斤 甚至得掛飲流管的情況 這次報平安 大家也鬆了口氣 是否回歸舞台 再跳高難度舞蹈 粉絲要天候憋心急 TV 熊華山 像我們去tip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